把人变成魔鬼 沉溺其中的不能自拔 这样的东西除了毒品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网络 据11月8号江淮晨报报道 安徽四县中学生小岩 因为母亲阻止其上网 就用电饭包的电线 将母亲勒死 这个15岁的少年被抓获的时候 非常坦然 就像拉家常一样说起 杀母亲的全过程 整个审讯过程 让办案人员非常的惊讶和惋惜 据小岩交代 母亲死之后 她将母亲的口袋搜查了一遍 搜出了20块钱 又从家里搜出了2700多块钱 马上就返回网吧继续上网 第二天才将母亲的尸体 抛弃在楼下的小巷内 办案民警说 在审问的过程当中 小岩始终面带微笑 神情自作 没有一点负罪的心理 尤其是当她讲起 游戏中的情节的时候 竟然还能眉飞色舞的笑书声呢 小岩的冷酷和麻木 已经是令人不寒而栗 15岁 这是花一样的年纪 怎么就成了杀人恶魔了呢 这个问题 还真是值得我们所有人深思 杀人恶魔了 你哪里 感谢观看